上一节我们说到了 有齿痕蛇不爱消化大便挂齿子 典型的是属于脾虚的一些症状 非常的典型 但是这样的朋友呢 可能在口味上突然改变 喜欢吃甜食 那也不能任由自己 信马油浆的吃甜食 那样反而会造成你的肾 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惠庸老师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一个道路就是一碗小粥 这粥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样的食材和药材 这么推崇 两位美女主播已经说了 里面一定放了中药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很普遍 很普遍 我们说尝出中央味了 是吧 其实呢 这个味道并不是很浓 我们就是一个山药福灵粥 山药和福灵 山药福灵 因为山药呢 在我们中医里面 它提到 它最主要的是补脾胃 它能够补脾胃 还能止血 还能化痰咸 当然呢 过多的山药呢 还具有一定的补肾的作用 福灵大家就特别熟悉了 福灵能够化痰 能够沥水 能够湿湿 它有很好的一个 健脾胃的作用 所以福灵和山药 放在一起 都能起到补益脾胃 然后健脾化痰 沥湿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这种脾胃虚弱的人呢 用这两个药 好周 就是一个食疗的方式嘛 本身也是药食同源品 在一边吃饭的同时 就能起到了补脾的作用 而且呢 我们发现两个药 都能够化湿 那么它就能使湿血 去除 对吧 防止健脾的时候 或者补脾的时候 产生湿血 对吧 也就是补脾而不留疑患 非常好用 这里边这个粥里面 真的有米吗 有米呢 有米呢 对 米是不是对脾也好 对 米是对脾胃 补一脾胃的一个良药 大米 茯苓山药 各放多少呢 大米按照你主周的量 自己知道 对吧 我们山药呢 因为药是同源品 如果是鲜山药的话 我觉得放一两二两 都不为过 如果是干山药呢 我们去药房 可以买到山药片 放二十克三十克就可以了 茯苓呢 健脾胃 能够沥水 放十五克就够了 那这个我们吃多久 那种效果呢 吃上一周到两周啊 可能您这种特殊的 甜的这种爱好 就会慢慢的淡化 这时候就提示 你的脾胃已经要比原来 要好一些了 身体状态要趋于健康化 第一位朋友的问题 咱们就算解决完了 山药福灵的 这个治疗脾胸的周 我给大家安排上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第二位的问题 他是被张老师 一针见血的就指出来了 你最近一定很爱吃酸的 是那一位 我最近啊 是今儿跟你闹脾胸 明儿和他闹意见的 总感觉脾胸有点不太受控 脾胸也感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 结果去看大夫 人一大眼就看出 我最近是酸如鸣 不承认不行啊 中医真挺神奇 通过这位朋友自己的描述 你看看没有 看出来他这是什么问题吗 他这个是春天到了 脾气不好 我觉得啊 没什么疑问了 他这肯定是肝的问题 对 没错 确实是 我们刚才大伙也说了 对吧 这是肝的表现 那么肝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这个人因为爱吃酸的 我们就说刚才提到了 是五脏亏须 会需要寻找五味 那么在肝里边对应的 就是酸 对吧 就是提示他 肝有虚的表现 所以远吃酸的 那么他的肝虚 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通常肝 大家听到的更多的是 肝火大呀 脾气大呀 对吧 当然这个人 确实有肝气愈结的表现 但是在肝气愈结的前提 有一个虚的表现 我们在人体呢 肝是体验用阳的 肝的功能主输血 主藏血 所以我们一般说肝虚 更多的讲的是肝血虚 也就是肝血不足 在我们女性优位明显 这样的女性呢 一般表现出什么 那样表现呢 月经不调 然后月经之前乳房脏痛 爱发脾气 心情不上 闷闷不乐 皮肤发肝 头晕眼花 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胸门气短的表现 刚刚我们也说了 这个酸直接就对应这个 五胃对五脏就对应这只肝 对 所以你肝血虚的时候 爱吃酸的这个也是正常了 对 有的人也 我也发现了 就是他吃饭的时候 非得多放点陈醋 就这段时间特别想吃酸 这就提示了他的阴血不足 肝血不足 所以呢 在某一阶段出现了这种表现 就一定提示他有肝虚的表现 比如咱们现学现卖 举一反三 你刚才咱们说 脾虚的时候 吃甜的吃多了 反而会有相生相克的 对这个肾不好 那就是肝血虚的伙伴 你要是真的 就是想要吃酸的这口 吃大了的话 我觉得肯定也会伤到身体吧 对 至少伤牙齿吧 对 对 是这样的 按照我们刚才推理呢 是通过五行生克的表现 对吧 生克是相生的理论 五行里面还有相秤相污的理论 相秤就是隔着一个欺负另外一个 那么木隔着火欺负土 那么干隔着心欺负皮 所以补的 补酸补干补的过大劲了 吃酸的太多了 就会影响皮的功能 皮的功能 皮的运化就出现了异常 所以呢 内经里边告诉我们 如果吃酸的吃多了 对吧 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皮肤会变干 嘴唇也会变干 都是提示 皮胃虚弱 因为皮开窍于唇 皮呢 主四肢肌肉 吃酸的过多了 那肌肉都会萎缩了 对吧 都是说 皮胃的运化 受到了影响 所以要对付干血虚 我们正正经紧的 不能喝陈醋解决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从钥匙通缘来说呀 最简单的一个小方法 我们找一个酸的东西 您能想到什么东西 哎呀 山楂 山楂 我一下想到了山楂 也想到山楂 对 山楂能够酸 能够健脾 对吧 还能消失 但是呢 它形气力度不够 我们再配上一个 西红柿呢 西红柿可以 但是就是不太适合泡 对吧 有一个东西就是柠檬片 柠檬片 对吧 柠檬 为什么这么说呢 柠檬是 我们说的都是 这种柑橘类的颗的 对吧 它本来就有心味 对吧 所以心就能解育 就能开通育结 而这种酸呢 又能补肝中的之血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柠檬片 有一些人 或者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看这个柠檬 你就想 哎呀 我就想吃点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刚才按照大家说的 我们推荐的 山楂我们放10克 柠檬片呢 放上一片到两片 我们来煮水 对于这种 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啊 出现了干血虚想 致酸的呢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 带茶饮喝一段时间